我那天因為我死了他 因為我不斷批評他 我說來吧 給我一個角色玩吧 我真的很坦白跟他說 對我來說是很珍貴的 你想想多一天就是多一天 能夠和你一起對戲 AM730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岑家綺 我在《和解在後》裡面的角色 就叫做《信納》 是飾演一個調解員 這個角色的性格 跟我本人都頗不像 因為他是很少說話的 但你說他是否完全沒有想法 沒有意見呢 其實不是的 只不過他將所有的想法意見 都收藏在心裡 原因是因為他曾經經歷過一些事 令到他怕了 就不敢表達自己 正正因為信納這個性格 就很適合他做調解員 因為原來做調解員 是需要保持中立的 因為正正信納他的角色 就是他不是沒有想法 他有 只不過全部都收藏了 其實我是超有想法的 所以我每次演的時候 聽到他們的對白 我都會覺得一種 嘩 這樣 你也說得到 你也覺得可以 但我就要收藏不出聲 不說 所以我覺得挺對的 那個情緒 我想我會怎樣都想解決它 我不會怕說 即是縱使有機會 會不會說了我的想法意見 會跟對方吵呢 我寧願說 我也不想自己屈住 我很怕後悔 好過你原來 你跟別人合作做一些事情 原來你有一些想法 你自己有的 你不說 然後你回到家才後悔 我就是都挺膽敢說的 只不過 以前就比較 死固固 就會很固執地 說完自己的想法 然後就會想保持自己的想法 歸根究底 你覺得作品是導演 導演應該是有最終話事權 你應該要尊重導演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作為演員的責任 就是你跟導演講座 可能幫到導演 去再立體一些 創作得好一些 我試過這麼多個導演 沒有一個是會藍的 你真的很開心 去跟他分析去談 我跟他的緣分是 因為來自於我以前有一個男子組合 即是Playtime 恨仔幫過我們作過歌 寫詞 很好笑 但當時我們是未正式見面 沒有交流 純粹知道對方 我們在網上大家聊天交流 真真正正見面合作 是說之後有一次 我們一起去馬來西亞拍戲 然後又在那次之後 才知道原來大家的夢想 都是想做演員 阿恨仔很疼愛我的 他很好 基本上他有能力去話事 他都會希望找我一起玩 比如他之前第一套 自己做導演的《一秒拳王》 他都有找我一下串 但你說當初我是不是做這個角色 其實一來不是 然後我就在那裡拿了他 我說來吧 讓我陪你一起玩吧 然後他就說 你能不能教你這麼忙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緣分 是我太太是他的粉絲 我太太小時候 在中學已經有聽過Tonic的演出 就是有看他來學校表演 然後我太太很喜歡他們的歌 我經常都說的 我說你也好 我老婆很喜歡你 他說 多謝啦 多謝啦 聽些歌而已 聽些歌而已 他每次演唱會 他都很好 他都一定如我和老婆來看 他都很喜歡 以前是很火爆的 以前是一小小東西 就起了槓 就會吵 人大了就會覺得 控制一下 不會一來就爆 除了拍膠戰 還是有效果 真的 還是有效果 兒子也有激怒我 因為他不知為何 都學了我的話 很喜歡說話 而且那些脾氣很厲害 我都不知怎麼辦 但是我會盡量 不會一來就爆 但他都試過激怒我爆 搞到我要大聲罵他 甚至打他屁股 然後就立刻衝到媽媽 就是衝到太太 但是太太就說 你盡量看看如何調整 拿個平衡 即是生氣是一定的 那個罵又可以去調節一下 究竟怎樣罵呢 我都還在學著 但我都不是一來就罵 對不起 兒子 因為那次是 男朋友叫他拆牙 他拆完牙要撞口 他拆完牙死也不撞口 但是就很敏陣 然後就 終於不小心 一腳踢掉了杯水 就整地水 那我那一刻就爆了 就打他屁股 我記得第一個粉絲 是毛鴿拉inbox我 就說 嘩 爺爺老闆你 好替你開心 恭喜你 我說 什麼事 我在想一下 做了什麼呢 然後他就說 之後已經傳了劇圖給我 你看一下這個 梁朝偉讚你 原來梁先生有一個節目 和莊文群導演一起拍了一個節目 那個節目裡他們就聊天 當中就聊到 好像是導演問梁先生怎樣看那些演員 然後梁先生就說做演員 我覺得勤力很重要 突然之間提起我 他就說 突然說 就好像我們對上那個作品 金手指 裡面有個演員 那場戲我都覺得 嘩他很厲害 他應該是很用心做功課 還有他做得很好 他說這些一定是有樂功夫的 然後導演就說 對呀他叫陳嘉琪 然後導演就說 其實他現在在香港都拍很多戲 然後梁先生就說 嘩我有留意 嘩我真的超開心 我是受寵若驚的 和家人和太太分享我都很甜蜜 太太都很高興 太太都很開心 太太都說 但是你繼續努力 證明有人看到 所以我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和梁先生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還在心目中 還是一個小朋友 還是一個新人 我真的沒有想過 他會記得我 剛巧那場戲 我也很緊張 因為正正和梁先生對 然後有一大群人 群戲 我就要逐個人介紹 最後要介紹大概七個人 七個人名 七個人的公司背景 他們的家族 一大段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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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我好怕自己做得不好 NG會連累到大家 我感恩沒有在我的對白NG過 很興奮 簡直是正 我在這裏可以分享少少的小插曲 試完就是因為那時拍攝 其實是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變相大家都很安全 一定做好措施 我很記得那時第一天 她說我好像有點重招 然後極不開心 那怎麼辦呢 會不會從此換走了我呢 因為這套戲不可以耽誤 然後導演說超級好 我真的很感謝莊文強導演 因為她堅持說 你放心 不會換走你的 因為第一 我還要家裡有老婆仔 那時兒子出生了 我想想 如果我中了 我便不回家 我便不可以傳給我老婆和兒子 然後我隔離這段日子 我便不能拍攝 這一個這麼大的機會 那時真的頭都爆 第二次再拍的時候 已經是看到梁山 她現在跟我說 很搞笑 她跟我說 她說 你沒事吧 挺好 她說 很好 我無法關心我 因為她知道是我 就是知道是我有個假陽性 她說 沒事吧 然後我就說 不是啊 很不開心 我問 為甚麼 沒得跟你拍戲 我真的很坦白跟她說 我說 對我來說是很珍貴 你想想 多一天就是多一天了 就是能夠跟你一齊對戲 然後她都說 不要緊 之後拍球一點 但她很友善 她整個氣場確認得很厲害 我想我興奮多於緊張 我亦都很開心 原來努力是沒有白費的 你問我是這樣 但你問我 現在是否覺得 都算是很成功 修成期 我真的不敢說 我真的只能夠很感恩 我仍在這一行生存著 即是繼續做著 我覺得已經很好 我能夠繼續有戲拍 我已經很感恩了